银色乡型车在雪地上打花 从山坡上直接溜了下来 时空冲撞白色小货车 随后更出现了11车连环状的滚雪球场面 引发路人震震惊呼 大陆各地遭遇寒流 黑龙江气温大跳水 不止墨河地区在线 洒出开水立刻结冰的夸张景象 部分地区气温更大跌20度 迎来入冬后的最冷一天 穿羽绒服 戴帽子 手套 现在都得戴上了 黑龙江黑河也下跌至零下30度 不止路人受不了 就连摆在街头贩卖的鱼肉蔬果 也变成洞货 印得像是铁块 但在吉林长春 却有不少老人家看到湖面结冰 开心得不得了 在刚刚结冰的湖面上打陀螺 老人家封碗抽冰 却让路过民众看得心惊胆跳 我抽有危险 我那边就来我就抽 昨天晚上才封冬 而在日本也受到寒流影响 多地持续低温 在靖岗有动物园趁势帮水屯 推出超萌的温泉池 力推寒冬观光 而旅游胜地之一的北海道 闸晃也出现大雪天气 气温渐渐转冷 积雪一夜间从7公分上升至21公分 日本气象厅表示 未来低温天气将会持续 提醒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民众 多加注意 记者谭权报导